对之外呢还要拉长营业时间才能够赚得更多 像台北车站的部分餐饮业者呢 现在就一路营业到凌晨 像美式餐饮业还有日式素食店 都吸引了不少客人业绩成长两成 在另一头兴趣的百货也不服输 像这家日式拉面店在周年庆 也推出了营业到晚上12点要来试水温 香喷喷的鸡腿鲜嫩多汁 909号餐点好了 薯条搭配上洋葱圈 吸引不少来看电影的民众前来光顾 看准台湾人爱吃宵夜 火车站附近的百货业者 现在加入深夜食堂战局 咖啡店 披萨店 美式 bagel 日式素食店都延长营业 到凌晨12点 1点 果然带来不少业绩成长 我们其实也有挑选一些 深夜族喜欢的一些类型的餐厅 所以他们的成长大概都可以将近两成以上没有问题 百货公司里面这家拉面店呢 平常是营业到晚上10点 不过在中年期的时候呢 还营业到12点 看准台北夜猫子商机原本9点半打烊的百货公司 特别为这些开到12点1点的餐厅拧开一个门 让逃客们可以三更半夜 也可以在百货公司内用餐 电影看很晚的话 想吃点东西可以来这里 就住附近就可以来这里 到晚上12点吃完宵夜之后呢 在百货公司旁边的楼梯 直接走下去就会直达出口 一晚百货公司大门深锁 不过不用慌 业者特别规划动线图谨慎小心 深夜美食一家家开 也让百货公司多了不少竞争 记者张凯亮 池子银台北采访不到